给大家讲解Vidual GIFRX 交易策略的组件的软件 然后Vidual GIFRX是我们做个Skarty 银行创建的这种软件 然后这种交易策略软件 通过组合不同的模方 然后组件成一个交易策略 这样可以省略运用Java的编程码 所以对于不懂Java编程码的交易用户 然后可以方便的简单的方式来组件交易策略 那这个交易策略组件好之后 可以运用在我们GIFRX平台上 同时交易策略组件之后 然后软件会生成Java编程码 这样的话这个编程码会用于交易平台 那今天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组件一个交易策略 应用的是这个复零带这个指标 然后呢 通过这个复零带指标来判断 这个什么时候该入市 然后呢 进行买或者卖 然后如果在这个开仓的情况下 在什么情况可以这个关闭床位 所以呢 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不灵带 那这个指标上呢 可以算到这个不灵带 它是分为不灵带上线 然后不灵带中间 不灵带下线 然后呢 根据这个蜡烛的位置 蜡烛在这个不灵带的这个位置 然后来判断 是应该是这个路市是应该是满还是满 然后如果在这个开仓之后呢 根据这个蜡烛或者这个take点的位置 我来判断 这个仓位是不是应该关闭仓位 那好 那首先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 这个教大家如何组件这个不灵带指标 那第一步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omponent这个位置 然后进入这个logical 然后先要把这个if模仿 连发过来 然后和这个untick连接 这个tick连接 因为这个不灵带的这个交易策略呢 就是要根据两种方式 一个是根据这个take点 然后来判断这个路市和关门 然后同时呢 也要通过这个on candle 就是通过这个蜡烛来判断 是不是应该关门 首先是根据这个tick连接 然后呢 下面呢 是点击这个if模仿 从这个tick连接 然后选择这个 这样 是点击这个 大家让我开始 我先用这个 我先用这个 把这个 用这个 拿起来 给你 这边 黄伸 是点击这边 是点击这个 把这个给取消表示 应该从首先要从这个 on-click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呢要选择这个 last-click 然后选择这个 click-instrument 然后click-instrument 然后进入这个 点击这个default variable 然后default instrument 然后default instrument 会显示出来欧元最美人 所以就是说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确定这个 click 是不是欧元最美人的这个click 如果要是欧元最美人的click 那就进行下一步 然后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通过 这个indicate的指标 然后呢 要在这个 要找到这个 不灵带这个指标 bollinger 那它在什么位置呢 嗯 在这个 然后Other里有这个Bollinger 然后Bollinger关系要确定是欧缘对面 然后这个蜡烛可以选择10分钟的蜡烛 然后Time period 20的蜡烛 这样的话跟这个EF模黄链接 然后下面这个outputValue输出的意思 那outputValue您可以自己来命名 或者它这个是系统生成 这个upper band, middle band, lower band 同时的名义可以更改它的名字 第二下方就合台 大手中收尾的右手 是有用比划 这样的话,布林带三条线,上线,中线,下线 然后这样通过这个指标Indicator来生成 然后布林带把这条线生成之后 那下一步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开的仓位 那如果要判断有没有开的仓位 就是要用if模仿 然后和布林带指标连接 然后要看这个仓位的话 那就是点击position 这个位置 然后把open position 这个开的仓位 然后点击它 这样的话会显示出来这个position among 这个仓位的这个数量 那把这个仓位数量都拉过来 然后在下面就是看那个position有几个 那我可以输入 然后这样呢就是把这个position 然后命名为就是1 那就是说第一个条件是一个仓位的数量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1 那也就是说仓位的数量和1来比较 然后如果仓位的数量要小于1的话 就是没有仓位 如果仓位数量要大于1的话 那就说明有仓位 等于1的话是代表一个仓位 然后大于1的话是代表多个仓位 嗯 然后在这个仓位和这个1做比较之后 那就是说首先要做的是在没有仓位的情况下 那就是说这个position among它小于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要入室开仓 首先呢就是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应用一个assign 然后那些设计的说明 然后呢就是设计一个齿 然后呢就是设计一个齿 然后开始的齿 这有一个counter 这个counter是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这个布林带里面 就是说要计算这个蜡烛这个位置 所以开始呢 就是说要设置着你一个蜡烛的计算器 那开始呢 这个值是0 然后这个counter的计算器 在之后会应用到 那这个counter这个值呢 是在这个user's variable 用户设立的这个值里面 然后呢 要把它拉过来 然后assign value 这样的话就是说开始这个在没有任何仓位的时候要开仓 在开放之前呢 它的这个在开放的时候呢 它的蜡烛呢 是0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小一号给你了的化验名积 那也就是说当仓位是小一的情况下 没有仓位的情况下 要开仓 那这个蜡烛的位置呢 在开仓的时候蜡烛的位置呢 就是从这个水水去0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蜡烛开始 然后要把这个蜡烛的位置呢 然后要把这个蜡烛的位置用上 就因为开仓的时候要看是这个蜡还是蜡 所以呢 是蜡还是蜡 要做这个能够比较 对 要连接 然后呢 因为这个是通过这个tick顶 所以要把这个最后一个tick给拉过来 那应用的呢 就是说这个tick 这个bit tick 那也就是说买方出家的这个tick 如果要是大于这个蜡烛的上线的 然后呢 跟这个不灵带上线来做比较 那也就是说up to send 来做比较 然后如果这个bitch tick 这个买方出家这个tick 如果要是大于这个不灵带上线的 那就决定呢 就是这个入室 然后外回 因为一旦这个不灵带到了上线的时候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一旦不灵带就是这个大于上线的时候 那它下面的这个趋势呢 就这个应该是 以这个下降的下跌的这个趋势可能性最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就是说这个 这个bit tick 如果是在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入室 然后卖这个货币主 这样的话 它之后的趋势可能是下跌 那这样的话 就是要入室 那就是trading这个位置 点击 然后open upmarket 然后说这个eve点击 然后呢 把这个位置选择为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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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在这边 在这边 我现在就在这边 然后我现在就在这边 这样的话就是然后这个选择这个货币队 然后交易量滑点直线直线 然后这个是入市买 下一步就是说还有一个入市买 入市买的条件就是说 首先如果要是之前的fit这个tick点的话 如果大于不应该上限的话 那就是选择卖 如果这个tick点是小于不应该上限的话 这样的话就要看这个 那这个这个点 然后它卖方出现的这个tick点 就是小于不应该下限 如果要是小于不应该下限的话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位置是小于不应该下限的话 那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tick点 这个as这个tick点 一旦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下面的趋势还有可能就是上升的趋势 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情况下就要选择入市买这个货币 所以这个as take点 小于不应该下限 那进行买货币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那就是说这个 已经设计好就是说在买的条件下 然后就是说在没有仓位的条件下 来入市买或者卖货的 然后根据这个tick点 在这个跟布林带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那下面要这个看出来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position amount这个交易这个开仓的这个数量的话 都要说这个等于一或者大于 就是已经有开的仓位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要分析这个开的仓位 它在什么时候应该这个关仓 那要已经开了仓位了呢 那这个第一步要做的呢 就要看这个仓位 就是已经开的仓位 那要通过这个position sphere 这个来查看 那就是说把这个仓位的数量 这个等于一和大于一 然后跟这个position sphere 来连接 然后要看的呢 就是已经开的仓位 open position 要把它拉过来 然后呢 这个输出的 要把它命令一个输出的值 那可以随便命令就是说myposition 这样的话 这样所有开的仓位都会在这个myposition里头可以找到 那这个 那这个 看到已经开了仓位之后 那就要分析这个 啊 仓位在这个固定在什么位 然后呢 首先呢 就是要应用这个if模仿 然后和这个position sphere 连接 那连接之后呢 就是 首先第一步 要做的呢 就是把之前设置这个counter这个蜡烛的计算器的 首先要分析这个蜡烛呢 它是在什么位置 然后分析这个蜡烛在什么位置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 首先要 就是说我设置 这么一个假设 就是说 如果这个蜡烛就是前两个蜡烛 如果要是说这个 碰到的这个不灵在上限 或者超过的不灵在上限 或者这个 前两个蜡烛 它这个点呢 就是说这个碰到的不灵在下限 或者超过的不灵在下限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就要这个观察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在开仓 在关仓的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 一旦到这个不灵在上限 或者以上的话 在这个情况下 是当 这个仓位 是这个满的情况下 那我来关闭仓位 如果这个仓位是卖的情况下 那就是说一旦到了这个不灵在下限 或者以下的话 那我就是关闭仓位 那下面呢 那下面呢 我把它设置出来 我现在可以用这个 就能这样 就能这样 不灵在上限 然后呢,take off这个圈子 这个值给它设置成1 这个值是属于1 那1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1是代表第二个辣子 那就是说0开始的话是代表第一个辣子 那1是代表第二个辣子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下一步 另外一个if模仿 然后呢 就是说跟这个小一号连接 和等一号连接 那就是说仓位是 在这个蜡烛是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蜡烛的情况下呢 我要判断它是不是要关闭仓位 那是不是要关闭仓位呢 那我首先要判断这个仓位 它是这个 多头的仓位还是空头的仓位 那要把这个my position 点击它里头的position是long 然后点击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position是long 然后下面 然后选择true 也就是对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比如说要分析 这个如果position是long的话 是多头的话 那下面呢 就是说这个 下面呢 就是这个tick 这个点 这个last tick 它的这个fit 这个买房数价这个tick 如果要是大于这个上限的话 那我要判断这个方便 然后另外一个小页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position long不是处的话 不等于处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个空头仓位 如果是空头仓位的话 那这样看这个last这个aspect 这个卖房数价这个tick 然后呢 跟这个lower button 这个boeting在下方 来做比较 然后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要 选择这个close and cancel position 谢谢 然后在这个position slung的情况下 在多头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abit take点 如果要是等于或者大于仓位的话 那就是关闭这个仓位 那就是关闭这个mine position 如果这个up take点 就是说如果是在空头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up take点是等于或者小于 这个不应该相信的话 那就关闭这个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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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前两个蜡烛 第一个蜡烛和第二个蜡烛 没有打到我设置这个条件 就是说这个bilt take点碰到的这个上线 或者up take点碰到的下线的话 就会超过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那就是说过了两个蜡烛之后呢 就要分析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蜡烛 那我设置条件就是说从第三个蜡烛到第五个蜡烛来分析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要应用这个一模仿 然后呢 把这个大于好 这个蜡烛的这个计算器看它在什么位置 如果要大于1的话 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 啊 第二个蜡烛以上 就是第三个蜡烛 第四个蜡烛 第五个蜡烛 然后我要设定一个值 然后应用这个blend的复制 然后我先要把它调成hold 然后是一个merc call 我要把它命名 然后我把它命名为来 好 这样的话 这个值 那也就是说 来判断 这个 仓位 是不是已经关闭了 然后呢 下一步我要选择true 对 然后呢 跟那个if模仿 下一个if模仿的连接 如果这个next close 这个不等于出的话 那也就是说 这个 到了这个 第三个蜡烛 第四个蜡烛 第五个蜡烛 这个 情况下 就是说 没有关闭 仓位 那在这个情况下 然后呢 就要选择这个 就要把这个 这个contract 计算器 然后呢 来判断它 然后呢 再下一步 然后设置一个图 然后把它设置为 这个close 这个after candle 那就是说 我的条件呢 就是说来看第三个盒 到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个蜡烛 如果就是说 在这个蜡烛 如果设在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情况下来分析它 如果超过 第三第四第五个蜡烛的话 那就要进行一个关仓 那这样就是要close position 如果它要是 所以这个蜡烛呢 我要把它设置一个值 所以这个蜡烛呢 这个蜡烛呢 我要把它设置一个值 那我要把它设置为第五 那五呢 就是代表了第六个蜡烛 因为 零是代表第一个蜡烛 所以就是说 一旦这个conference 这个计算器 一旦到了五的话 那也就是说 蜡烛是在第六个蜡烛 这情况下 那我就关闭它 所以就是说 我这个条件呢 就是说 是来看这个第一个到第五个蜡烛 一旦过了这五个蜡烛 还没有任何关闭仓位的话 那就要 我决定关闭仓位 那就要把mypollations给拉过 然后之后呢 就关闭仓位之后 我要运用assign 然后来连接 然后把这个nextcode 拉过来 然后它的值得就是 这个code 那如果蜡烛是在第三个 第四个或者第五个情况下 那就要判断这个 仓位是要关闭仓位 那这样的话 还要看这个position slot 然后呢 再把它粘贴过来 然后呢 如果这个counter是小于5的话 那也就是说 是在这个第三 第四个或者第五个 拉过的情况下 然后要判断它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要运用e 然后 和这个 整号连接 如果仓位是多少的话 是一个情况 那在多少的情况下呢 要看这个last bit 买方处向这个点 这个门商中的这个点 所以这个固定在中线来判断 那如果说 如果这个是我的设置的话 如果这个仓位是桌头的话 那一旦这个bit Redstock 这个点,然后是等于或者小于 这个 不用带中线的话,那我要继续关仓 然后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说如果这个仓位是空头的话 那在这个情况下,那如果 我的这个 这个arctic这个点的话,如果就是说跟 不应该空线来做比较的话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 那我要关闭仓位 那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如果这个仓位是 多头的话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一旦这个 这个买房出价这个 这个点的话 一旦这个大于 或者等于 这个仓位的话 那就 大于或者等于这个不应该中线的话 那就是 关闭仓位 然后 另外条件,如果是空头的话 一旦这个 arctic的 如果就是说 等于或者大于这个 不应该中线的话 那我就说 不是关闭仓位 所以这个步骤 做完了 那在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 oncandle 这个步骤 然后 oncandle这个步骤呢 首先就是我要把这个 candle给拉住了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 然后 要把这个if跟它编辑 然后呢 要看这个 Default variable 首先要看 那个 Default period 然后呢 要根据这个candle 然后呢 然后呢 根据这个 last art candle 做链接 测试一遍 首先就是Default period 然后要用这个 last art candle 然后呢 选择这个candle period 然后在这个条件下呢 就是运用下一个if 往后 然后跟这个等号 零级 就是说如果这个 Default period 是这个last candle period 这个时间段的话 那就要看这个 下一步看这个Default candle 然后呢 要把这个candle candle candle instrument last art candle instrument 再拉过来 然后下面 if 条件 如果是整号的话 然后就要看那个 Position Amount 然后 Position 然后这个Position Open Position 然后Position Small 然后要和1 来做比较 就是看那个仓位 到底 就是说如果仓位 就是说是大于1 等于1 或者小于1 然后呢 因为是用辣子 所以呢 我要 运用这个get candle 和candle 然后呢 要把这个大于号 和等于号 连接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 仓位的量呢 是 等于1 或者大于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要getcandle 看到这个得到历史的这个蜡指 然后要把这个 蜡指的位置呢 从0 然后呢 调到1 然后 然后下面我要 来做换算 就是应用这个calculation 然后这样的话 和这个 得到历史的蜡指 来连接 然后要把这个 之后呢 我要把这个counter 拿过来 然后呢 这个值得是等于1 这样呢 来换算 这个蜡指到底是在什么位置 然后 下一步呢 应用这个 if模仿 好 然后在这个 设置里 可能要用加好 就是说一旦 有一个蜡指之后 然后就要加1 然后这样来看这个蜡指的位置 然后和这个if 模仿连接 然后来看这个蜡指的位置 这样的话把counter 拉过来 然后呢在这一张 我要 把它输入为6 那就是说看这个 蜡指的位置 是在什么位置 如果蜡指等于6 或者大于6 那就是它超出了第5个蜡指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就要运用这个assign 然后呢把这个counter 设置为0 然后呢把这个counter 设置为0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lard 一旦 到了这个 第6个 或者以上的lard的位置 的话 那这个lard计算器 就自然要从0开始 因为 这个一旦超过5之后 所有的开的仓位 就关闭了 所以要 重新 在这个 入室开仓 所以要从0开始计算 那下面 要用这个if模仿 然后 就是来看如果这个 计算器 这个蜡指的 计算器位置 如果要 在这个 小于6的话 那就是说 是在第6个 蜡指之前的 这个蜡指位置 那就要看这个 蜡指在什么位置 然后呢把这个counter 然后把它作为1的话 如果这个 蜡指 它是 等于1 那也就是说在第2个蜡指 条件下 然后 已经有开的仓位 那我要跟这个position 越来越远越 然后 把这个 open position 拉过来 然后把my position 就拉过来 然后又要运用这个if模仿 然后 然后来看仓位 如果要是 是多头还是空头 这个my position position 是吗 然后呢 栽线门就是true 如果这个仓位 是多头的话 那就是true 那要 应用这个if模仿 我也判断它条件 就是说当这个 仓位是 多头的话 那这样呢 就要设置这个 关闭仓位 关闭仓位 然后呢 所以在这里 要把这个candle 然后 要选择 这个candle 然后 然后把它面临为candle code 然后呢 下一步跟那个 把布林带 这个 和布林带中线来做自己的 让我重新设置 这个closecandle candle code 然后把这个candle code 然后把candle code 设置出来 这个candle code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 我再重新做一遍 我先要把它 弄掉 删掉 然后呢 点击它 然后要选择candle 然后做一个 比如说 candle position candle ve 然后这个candle 设置出来之后 之后 我要candle close 然后要和这个 candle 和这个 组定带 要跟富林在中线来做比较 然后如果要是大鱼或者更鱼的话 那我就是关仓 然后另外一个条件 如果要是这个仓位是空头的话 那也就是这个candle position candle close 然后这样的话跟富林在中线来做比较 如果是空头的话 如果这个candle close这个价格是等于或者小于 这个富林在中线的话 那我就关仓了 然后这样这个特别就逐渐好 那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特别整体 那好那今天这个交易特别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收听 请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个Vivor G4 这个讲解 OK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